讀懂了知智通鑑 就讀懂了人生 何人讀通鑑 多谢关注何人讀通鑑节目 今期我们讲萧道成 杀伐决断 南朝的刘宋于永初元年 即是420年 由刘宇山晋建国 再历经刘二芙 刘二龙 刘兆 刘俊 刘晋 刘子叶 刘毓陆帝 于太阳元年 即是472年 传到年仅十岁的刘玉手上 进入九年拆穿街 这个时候的朝廷 皇帝年幼 局势不稳 朝臣鼎正 皇帝的阿叔 江州刺史 贵阳王 刘邱范 吴金森忠实大权旁落 就产生谋夺帝位的企图 而且搞到港为人知 元忽然只是473年2月 朝廷任命得四岁的晋禧王刘氏 为刑州刺史 由王门郎王焕为长使辅助 出阵下口 赴任的时候 刻意兜路 吴京刘邱范的驻地沉阳 即是今天湖北省王梅院 动机十分明显 就是防范刘邱范 这件事激怒了刘邱范 于是就在第二年的五月 在沉阳轻逼 进军延迫 接到大雷耀赛首将杜杜范 因派来的人飞捕 朝廷一片惶恐 文武百官罪于中书省商量对策 但是无人说事发言 尤为将军萧道成就说了 先前位居长江上游的繁兽 发动贯役 都因为行动辞制 以至失败 刘邱范必然会吸取这些教训 而率领少量部队 急速顺谋而行 让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加强守备 现在我们的应变资讯 应该是设计远出 如果不是我军一旦受挫 士气民望将会崩溃 我军主力应该住在新平和白下这两个据点 坚守攻城东府和石头城 以防御敌军 敌方孤军千里而来 后勤毫无保证 欲求决战而不得 自然就会瓦解 我请令率领一支人马驻守新平 正面抵挡敌人的前方 征北将军将领就驻守白下 领军留面驻孙阳门 做全军总指挥 其余各位大人只需安坐殿中 不用出意 我们自然就能够破敌 他随即用筆写下这个作战方案 要众人签名表示认可 只有早就从刘邮范暗通苦 款曲的中书舍人孙千里 表示议议 还按照前例 派遣部队占据梁山为好 萧道成一面严肃地说 敌军现在已经逼近 我们还怎么能够前往梁山 新平是军事要充 我所想的只不过是以死报国如意 放在平时我可以屈从你的意见 但是今天不行 萧道成站在身上望实留面 说刘邻军已经赞同了我的方案 不能够再改了 当日京城内外进入战争状态 两军初战立即就发生意外 双方主帅都死了 经过可以说是鬼屎神差 刘邻范大军正面攻击萧道成驻杀的新庭 萧道成就派部将王匯和张敬如渣河 轻易得到亲近刘邻范的机会 以两人之力就将刘邻范斩首 但是奉命将刘邻范的人头带去健康的人 在途中遭遇敌兵 情急之下将人头扔入河中才得以逃脱 他到了健康虽然大剑有之暴 但是没有人头验证 大家都不信 而这个时候 换军的作战部队 也不知道自己的主帅已经失望 继续尽忠 部分甚至攻破皇城 在阵中斩杀了官军的主帅楼面 情放急到太后捉住个年轻皇帝的手 大声哭 天下没了 幸好经过一番妖阳 刘邮范死讯传到沉阳军中 情势迅速扭转 叛劣随即平定 宋明帝刘玉在离留之祭 遗照列明的顾命大臣 是尚书有故亦处冤 宗领军留面 尚书令袁撑 荆州刺史蔡庆忠 和荆州刺史沈游之五个人 经柱渊向在病塔中的皇帝推战 肖道成这个时候才得以揽着脚入核心团队 出任尤为将军领维为 和袁撑一起 支持日常军机潮务 刘邮范大军压警 对肖道成来说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极好机会 他在这场决策会议中爆发出来的那种杀伐决断气势 将他推上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 进入中书短短两年之后 他就能够做到权倾朝野 转折点就是这场健康不好的位置 不过他的杀伐决断 并不是毫无道理的硬力 他是颇有抵气的 在此之前 肖道成的军女生涯并不是特徽和 领兵打仗有胜有败 战绩平平 在南显州刺史刑上 还因为流言而遭皇帝猜忌 要将他吊职经司以便管控 逼使他制造了一场坚警紧张事件 才勉强留在前线 但仍然要牵住怀恩 到刘玉发病自知时日无多 下身后太子年幼忠失恶斥权 大诸忠失诸皇和皇后外家 还将肖道成征召入朝 但职位仅仅是散骑常侍太子左慧率 当时朝廷刚刚在大肆诛杀大臣 人人自毅 有部下就劝肖道成不要应召 但他不听 你们这几个真是看不透 皇帝因为太子年幼 自己决定剪除弟弟 关你们其他人什么事 现在我们应该立即出发 如果还迟而观望 一定会使皇帝喜而深的 而且皇室骨肉相残 国造都不会强得去哪里 大祸马上就会到来 而现在正是我们努力同心 保护朝廷的时候 第一次被征召要设法备和 时隔一年的第二次认证 却急急起行 俗意显示肖道成动建军心和精准预测形势的智慧 以及活活野心的目标在哪里 他勇于任时部署保卫健康军事的时候 以自己正面抵挡强敌来势匈匈的攻击 使得大家都无话可说 近令内奸孙千灵的反对失去了任何作用 他的担当精神瞬间令到在场的几位容鹿顾命大臣 双迎宴绝 危难之中方显英雄本色 等到叛乱平定大军海淑 百姓甲道为官华 保卫国家就是靠这位了 这个时候的肖道成 虽然与袁撑等人一起上表辞让升职 朝廷也只能够诸批不准 于是肖道成由平南将军升迁中领军 领南衍州刺史留位健康 和袁撑、楚渊、刘炳、共主朝政 号称四季正式进入核心团队 将另一位顾命大臣沈游之边缘化 刘邮饭轻兵之时 沈游之外驻荆州 也看到局势的发展方向 刘邮饭曾经派人拘捕他入伙 答应给他做丞相 他没有接受 而是将刘邮饭的使者绑送健康 以他的势力和识见 沈游之本来应该积力参与平叛 但是他宁有私心患得患失 左右眷望直到刘邮饭兵败 他才连结部分外藩 联手攻克冠军的后方沉揚 朝廷以太后召令征他入朝 他以无狼妙之之 即是还未有资格进入中央 维持推抗 直到他见到萧道成在朝中呼风唤雨 却侍流欲辣流准为低 他又心理不平衡 起兵清君质 但是这个时候萧道成已经完成布局 准备妥当 结果沈游之在一个月之内兵败身亡 论关系沈游之和萧道成原来是好朋友 宜女趁家 两人反目 源于沈游之妒忌萧道成后来居上 名为反超 论之力 沈游之比萧道成要老得多 他是名将沈庆之的同中兄弟 早早就进入中枢 太子元年即是四六五年 皇帝次沈庆之死 被派去执行的 就是时任直角将军的沈游之 沈游之不愿喝毒酒 由沈游之用一张皮将他窒息而死 论实力 沈游之主政荆州 萧道成的根据地 即是南远州 就算双方的实力在百中之间 但是在地理上 沈游之的光临 怎样都略性萧道成的怀音 然而沈游之最终玩不过萧道成 应该是性格差异所致 杀佛决变 素来都被视为优秀领袖 必须具备的能力 在这方面 萧道成的素养明显高于同时代 在刘宋侦探上的其他主要人物 他先后灭了刘邮泛 袁撑游之 废了并试杀刘玉 立刘准为帝 最后受邪取代刘宋 创建齐国 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这种品质发挥到淋漓尽之 在刘迅各造以进 新朝将出之制 历史选择了萧道成 他的领袖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好 萧道成杀佛决断就说到这里 下期我们讲 托伯宏的帝王深述 多谢大家